运用现代的语言说 所谓的占卜二字就是预测学 世界各国近半个多世纪来 尤其是一些欧美包括日本发达国家 他们把这个预测学术都作为重中之中 甚至列为国家机密成立专门的部门 抽调专门的人员搞预测 但是他们的预测跟我们中国的运用 源于易经学术的各种预测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的预测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信息进行综合判断 根据历史发生的事件 根据各国领导人们的脾气秉性性格特征 根据地缘政治矛盾等等等等 他们组织一帮精英人马进行 比如说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打起来 第三方会不会出兵等等 他们进行预测 就像当年的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当年给美国的一份报告 他说如果一旦美国打朝鲜 中国一定会出兵 最后他们是预测准确了 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中国跨过亚路江支援朝鲜 也就是说预测学术非常重要 所有的占卜学术占卜的方法归纳到一起 简直太多了 我们拍个几十集上百集也降不过来 迄今为止我花了好几十年研究占卜术 我平常最常用的是补卦 也就是俗称的算卦 用占卜来预测一件具体事情的吉凶祸福 大家都去过宗教场所 道观呀佛教寺庙都有这个抽签 抽签是占卜的一种形式 抽出一个签来 看看是什么签 是上上签呢 是中下签还是下下签 抽到下下签的人 肯定心情很郁闷 很不愉快 抽到上上签的人 当然是喜笑颜开 非常舒畅 抽签你说他有没有道理 要我说的他有道理 但是关键看解签之人 什么意思呢 每签都配有这个签文一首诗 诗里边呢 他一般都跟这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典故挂钩 因为过去很多的文人雅士呢 他把签的诗呢 跟历史典故结合起来 配合玄学 简单讲吧 玄学跟文学在签诗当中结合了 说到这儿 想起了一部 拍摄于1988年的电影 这部电影呢 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叫做《威威昆仑》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国共相争的一段历史 正规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 争夺天下到了最后的大决战之前 这么一段历史 其中有一个片段 就是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他们在宗教场所抽签 这个 如果我不说 可以说是 所有人都已经遗忘了 今天大家可以看看 很有意思 我都不打开 你会想起来 是ules 是 诗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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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爬到山顶了 是啊 蒋介石哪里知道啊 昨天我们还在荒惑对岸 委员长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善待 善待 大绕 大绕 十度不轻 主位 我们是否越来愁上一钱 我弥陀佛 我弥陀佛 主席 你在延安曾经向美国作家斯特朗预言过 再过五年 我们将要在北平或者南京见面 现在看起来 应该给斯特朗律师少个兴趣 再有两年 也许用不了两年 我们就可以印骂长江 直到南京 从现在起 我们准备和降街时 进行决战